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我们重温中美苏三国之间那段激荡的外交历史 看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 领土面积最大的苏联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 如何纵横百合演绎出一幕现代版的三国志 1949年12月6日 一辆满载着蔬菜和水果的火车悄然离开出东的北京 它的目的地是当时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而车上有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 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你知道毛泽东一般是不怎么出国的 他通过就出国两次 第一次就是1949年到苏联去 还有一次是1957年 参加这个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 所以他一生之中出国两次 两次都会到苏联 而就在两个月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刚刚成立 但是对我们国家来讲 最严格的问题 就是受到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势力的 对我们的制裁 对我们的先知 甚至总想把一个人民政权 顶覆着摇旦之主 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称为他老大国 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神 是采取日内欢迎及着支持的代表 10月2号 苏联当时首先宣布承认新中国 然后就建立了和中国的 正式的外交关系 这一份中苏建交公报 是在新中国成立两天后签署的 决议从零开始搭建 全新外交框架的新中国 在苏联的帮助下 首先与一系列受苏联影响的 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9年新中国单身之后 毛主席 以清卓斯大林同志 其实受伸这一期 访问苏联 实际上这次访问是 新中国诞生之后 谋求苏联的理解和援助 以便我们国家 今后如何参与发展的 这么一个战略考虑 中国人一向将前苏联 称为苏联老大哥 但也许有不少人并不知道 中苏两国走到一起 看似一帆风顺 其实却暗含波折 新中国建国前夕 1946年3月 英国首相邱吉尔 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 揭开了冷战的大幕 美苏两国在二战中 建立的同盟破裂 双方都想拉拢中国 进入自己的阵营 而当时中国内战 已经接近尾声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较量 即将分出胜负 在这东西方冷战 逐渐升级 社会主义阵营 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 针锋相对之时 如何对待一个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 美苏两国都曾经举其不定 我们知道在1945年 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 有一个条约 而这个条约里面 有些内容呢 还是维护二战以后 按照雅尔达协定 维护苏联在圆东 包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就是苏芳不是一开始 就愿意放弃 他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那就是女大 女孙的租军 中产梯录 是不是归还中国的问题 你看我们新中国的领导人 毛主席最高领导人 他一下子走那么远 而且在国外待那么久 他大概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 才回来 大主席都发脾气了 不高兴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1950年的2月14号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把中苏之间的那样一种亲密的合作的关系 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个非常重要 最实际的结果就是中国当时在朝鲜战争上 在朝鲜和美国为所的联合国有一个较量 那么苏联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 所以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 当然是中国和朝鲜为作战的一方 和这个美国联合国军为作战的另一方 苏联是给予中朝而易战略上的支援 朝鲜战争打了三年 由于中美在朝鲜战争上的直接军事对抗 使中美两国关系跌入了历史的兵点 美国方面先是一改以往对台海局势的袖手旁观政策 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随后又向台湾供应一批重型武器 直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而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也大为高涨 全国性的宣传册三世美帝 号召人们要仇视美国 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鄙视美国 因为它是服求的帝国主义国家 蔑视美国 因为它是纸老虎 是可以被打败的 以此对应的是中苏同盟关系 从文本走向现实 激发出火热的战友情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王然的离开Ль一批》 《当中文的离开Ль一批》 《当中文的离开Ль一批》 《朝日语》 《启 peoples世界的世上线的 Apart cidade》 《当中文的离开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时 su 以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時代的父宫 《当中文的相众》 《当中文的世界上线的本部》 《当中文的太陽一批》 《当中文的ці contrary向日之后》 《当中文的最后名的节目》 《当中文的佛月中文的中文的一批》 我能够给予充满 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有体会 苏联的一些主要的电影 我们立刻都翻译成中文 并且加成配音 可是今天斯大林同志对我说 当前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守住城市 桃牙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我们的炮我和长河已经包围了你们 现在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全身了 那是很鼓舞人心很鼓舞斗志的 那么反映和平建设时期的一些格调很清新 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另一方面又塑造了很多 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新人性形象 品质很高畅 人际关系很好 我带着些轻微的忧郁 把这个记在心里 因为他们给的我力量 使我的心头像火焰 这个为集体 就处理公司关系上来讲摆得很真 所以那些影片里面 确实没有西方影片 那些很暗脏的 淫灰的东西 格调很清新 像那些苏联歌曲流行歌曲 什么莫斯科教会在网上 我从来没有去学过 但是它原来就在我脑海里 那就是童年的时候你听过的歌 大概一辈子就不会忘记 仅仅从1949年到1957年这八年间 中国翻译苏联电影论著和资料 等约2400多万字 出版了175种书籍 意志长篇艺术篇 206部 看过苏联电影的中国观众 达到15亿人次 在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当中 中苏是友好的 是兄弟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 而且中国一直在向苏联学习 直到1953年的3月5号 斯大林逝世的时候 毛主席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最伟大的友谊 就是讲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合作 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当时周总理还亲 当时中共中央还派了高级的代表团 到苏联去参加调研活动 在斯大林时期 中苏关系总的来讲 还是比较正常的 虽然我们对斯大林有些意见 但是还是维护它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领袖的地位 所以在斯大林在时 也就是1953年3月5日去世之前 中苏之间 并没有发生 什么明显的厉害的冲突 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 赫鲁晓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开始 所谓雨夜没有丰满的时候 对中国的需要还比较多 在处理女生杆的问题上 处理中产帖鲁晓夫问题上 他比较还顾全这个大局 后来慢慢的以后 他资本比较硬了以后 有些做法来就有些离谱 民间有这样一个话 说你想爱一个人 就把他送到俄罗斯 你想恨一个人 也把他送到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民族 他的民族性 有很多极端的地方 好走极端 赫鲁晓夫本人 他是旷工出身 这个人的性格就暴躁 对 暴风雨 所以他在联合国 可以脱下鞋来敲桌子 他可以的话 在参观洛杉矶的时候 因为洛杉矶市长在发言中对他稍有不敬 他最后佛秀而去 而且要离开美国 后来的话 下面的格罗米克 当时是外交部长说 美国的一些官员对我们不好 我们人民还是好的 我们去到人民中间 所以他就去 不管当时的加州的州长 然后的话就在大街上行走 最后人民还是像河鲁晓夫 他说人民还是好的 那么在整个跟其他国家的交往中 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 在其他国家交往中 他也是采取了一种 天下第一 我说了算 一方对美的关系 够分强调了和美国的合作 对我们58年 进门我们开炮 但是我们是处于 这个牵制讲解释 不是要说服台湾 那么河鲁晓夫就很害怕 就很担心 我们用武力来 试试资本罪的文故性 批评我们 曾经参与起草 中苏大论战关键文章的 人民日报记者崔奇 在他的著作 《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中披露 1955年 刚刚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 表面上与中国的关系友好 私底下却曾经 向德国总理阿登纳表示 中国人很危险 中国人是惶惑 而在1960年 赫鲁晓夫甚至在 《华沙条约》峰会上 影射攻击毛泽东 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 等于一双破套鞋 应当说不能跟这个党与党之间 这个拉破脸皮 他可以拉破脸皮 这就是一种性格纪念 1962年中苏大论战开始的时候 中国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线的建议 简称为25条 当时的毛泽东表示 这是要告诉苏联 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 不是中苏会谈的基础 中国有自己的一套 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赫鲁晓夫的前任 斯大林在任时 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领导人 但在中国国内革命 和抗日战争时期 斯大林都支持了 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王明 并将毛泽东与南斯拉夫领导人 铁托相提并论的做法 这些都令毛泽东心存不满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 一手提拔的德力干将 他出身贫寒 早年长期在乌克兰工作 换过猪 做过矿工 曾任乌克兰第一书记 二战期间 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工坊站 和基辅保卫站 后来因为在乌克兰实行 相对务实的农业政策 而被斯大林所弃中 斯大林在位期间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 怀着一种据他自己说 像对父亲 对师长般的深切崇敬 然而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赫鲁晓夫就做出了一个 震惊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定 掀起了世界范围的 去斯大林化运动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 毛泽东的评价是 接了盖子又捅了楼子 当时苏联最大的对手 美国显然也已经秀出 在苏联内部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化 中央情报局就专门斥资100万美元 想要搞到这份名为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斯大林是暴君 他称斯大林立排众议 采用高压手段 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把数百万富农 强行流放到西伯利亚与中亚 由于措施不当 斯大林的农业改革造成多数地方出现饥荒 其中的乌克兰大饥荒 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 另一方面 斯大林在30年代所领导的所谓肃反中 对苏联共产党 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和其他反对派人士 展开了大规模的残酷清洗 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 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老改营 这个报告对斯大林来讲 有人说叫全盘辅到斯大林 但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描述 形象的描绘 带有人身攻击这些东西 确实影响不好 引起很大的震动 所以当时毛主席最初的评价就是说 赫鲁夫把斯大林问题 一是击开了盖子 那说明这不是好事情 第二是通道乱治 那通道乱治呢 主要是认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 也没有和兄弟党商量 把斯大林说的这个 来丑化斯大林的这样一种 这种描述 是人们不能接受的 斯大林党 按照毛主席党是认为 斯大林的功过是三七开比较合适 因为这个斯大林问题 不是关系苏工一个党的问题 涉及到国际公运的问题 但也涉及到中国党的利益问题 毛泽东非常不喜欢赫鲁夫 因为赫鲁夫全面否定斯大林 因为赫鲁夫推动了苏联的自由化 或者是改革 那么这是一方面 可是另一方面呢 赫鲁夫确实对中国是有那种 大国杀文主义的这个态度 他也不喜欢毛泽东 对斯大林的功过 毛泽东曾经评价是七三开 功大于过 在1962年到1964年的 中苏大论战期间 中共党中央曾经专门起草到 纪武评中 专门有一评 关于斯大林问题 表达中国对斯大林的看法 而让更多中国人 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的 是苏联修正主义 这个名词 修正的原意是改正 修改使其正确 但是当时中国提出的 修正主义概念 专门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它意味着 它不是对错误的修正 而是对真理的修正 九评文章中的第五评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 两条路线 第六评 两种根本对立的 和平共处政策 第八评 无产阶级革命 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讨论的都是关于 修正主义的问题 和赫鲁晓夫二世代的报告 有很多的偏差问题 但是有一点 他认为世界战争 世界大战 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这个论断 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美国的人民 有很多的成就 所以苏联 以知识为实 并且正确为实 应该给美国 正常的和平共处的关系 那个时候 然后毛泽东 不是赵宗里提出了 跟内瑞一起 印度内瑞提出了 无相和平共处的原则 就是苏联 实际上是执行这些原则 我们是住在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有发展中的国家 在这个世界 有什么 什么地国主义的发达国家 有社会主义的国家 那你不愿意跟他们 这是早就提出了 年轻人已经提出了 就是这些国家 这些制度 是应该用在经济上 在文化上 在学术上 互相比赛 老百姓知道 在这个比赛中谁得胜 就是老百姓就支持谁 不是战争问题 但是当时中国 还是比苏联接近 比方说很有名的 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的 那个厨房辩论 那个厨房辩论很有名的 但是中国是以一种 比赫鲁晓夫他还是 他有点气愤 因为他对那种 美国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被他激怒了 他说我们也可以 有这样的厨房 但是当时在中国的这种 官方的媒体 主流的意识形态 认为无论是美国 还是苏联 你们这些东西 都是骗人 完全是否定他 中国当时的主旋律 阶级斗争 是斗争 可是修正主义呢 它是不斗争的 它是调和矛盾的 对资本主义思想 一定要展开无情的斗争 我说 苏联有在微信 发生了 运作微信 苏联有 后再当 那不要打下来 那不是很好了吗 那 三亿人们 失败了 没关系 很快就回复了 这是毛泽东在莫斯科 那个共产党会议上 说的话 就是不说过 那这个 这个什么意思呢 现在中国这样不说 这是这个毛泽东的说法 现在恐怕 中国朋友们 也不以为是 这个说法是正确 就是以共产主义 这个阵营的 这个大论战来 当时中共 对苏共的那个批判 方向上是错误的 赫鲁晓夫向美国 示好的做法 带来了冷战中的 第一个缓和期 但却随着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的 爆发而结束 1959年5月 苏联与古巴 卡斯特罗新政府建交 赫鲁晓夫利用这个机会 将导弹运进了古巴 部署在美国的后院 危机步步升级 几乎触发了核爆 最后的时刻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达成了协议 赫鲁晓夫宣布 同意撤回在古巴的导弹 而美国同意 不入侵古巴 并秘密撤回 土耳其的导弹 赫鲁晓夫通过这种方式 达到了让美国 从苏联的邻国 撤出导弹的目的 这次事件被视为 冷战的高峰和转折点 但也被赫鲁晓夫 拿来作为有利的证据 证明战争 不是不可避免的 苏联当时主张的那些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 是吧 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 可以和平竞赛 还有像这个 赫鲁晓夫的全民党 就是苏联共产党 它可以像所有那些 拥护共产主义的人 可以敞开大门 这个是被中共痛斥的 就好像 因为共产党它应该是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 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你这样就 苏联你这样做 你就好像就 把这个 共产主义政党的 这个阶级性 给它抹杀了 变成一个 谁都可以来参加的政党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虽然让新中国 在建国初期 能够在国际社会中 站稳脚跟 但是 苏联老大哥的 绝对领导者姿态 却也让中国 逐渐难以接受 随着分歧的加大 中国对苏联老大哥的 无限景仰转化成了 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 而当初 令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的 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开始在中苏之间 酝酿着一场大争论 ale们是不听意识的 在中苏联合 尤其中台 小终这些 明白日 都会死在白日 祝福 中苏联合 我 人 最爱的 野兵 汉